相较于上赛季率队拿到总冠军 本赛季杜丰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又多了个中国男男主帅的头衔 而呈现在所有人注视下的他 被更多铭记的则是愈发坚定和直率 他麾下的广东东莞银行队继续彰显着快打旋风的标签 在常规赛中创下了29连胜的联赛新纪录 而对于年轻球员的严厉和栽培也成了他的标签 在顺利拿下了本赛季常规赛冠军后 杜丰和广东东莞银行队接下来的任务很明确 那就是无以免总冠军